在今年的金鸡奖上,出现了很多和谐的画面。 以往的走红毯都是各路女星争相比美的赛场。 大家恨不得谁也不理谁,只想自己独自美丽。 当然今年的也一样,每个人都穿得很美。 在大冬天的情况下穿着单薄的长裙。 不过今年的女星中都在抱团取暖。 大家根本不在意谁更美。 反而互帮互助画面十分和谐。 前有维尼写诗后有浓情蜜译。 杨幂和秦岚一起走上了金鸡奖的红毯上。 而在走红毯定点拍照环节。 杨幂的裙摆很长。 秦岚就蹲下身子给大秘密摆放裙摆。 她本人的裙子其实也不方便。 但还是贴心地做了。 这一幕也是很暖心了。 而杨幂也拉着秦岚的手。 因为天气太冷的缘故。 秦岚整个人都冻到僵住了。 根本开口说不了话。 察觉到秦岚很冷的杨幂就拉起了秦岚的手。 这个时候其实杨幂有被冰到。 但是她还是拉住了。 可见天气有多冷。 穿得这么单薄的两个人紧紧靠在一起。 看到大冬天两位环都穿得比夏天还要少。 真的是辛苦。 为了美惑出去了。 而杨幂在拉完秦岚的手。 被冰到的情况下。 还是下意识地将秦岚拉得更近了。 这个下意识的举动也彰显高情商。 更多的是让人暖心。 动图下更能直观看到整个过程。 秦岚已经将硬到说不出话。 杨幂问她你冷吗? 然后拉手被冰到又拉得更紧了。 可能大秘密本人也是动到不行。 但抗住了。 于是两位干脆手拉手一起走。 成为红毯上一对亮眼的姊妹花。 还有网友发现。 这两位小傻子走的是蓝毯。 别人走红毯他们走蓝毯。 也顾不上看脚下。 只想赶紧走过这段路程。 恐怕再多待一会。 山峰姐姐真的要被冻坏了。 很多人说杨幂和秦岚很熟吗? 两个人一起走红毯看上去像老友。 其实他们还真的是老友。 最早的泰迪姐妹团中。 就有秦岚和杨幂。 只是之后大换血了。 而秦岚和杨幂却一直保持着联系。 是多年老友。 当初刘凯威认识杨幂还是在秦岚家的。 看得出来这么多年关系依然好。 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